金正恩出访9天 昨天结束了在俄罗斯的6天行程 这以他任内最长的一次出访 但似乎收获满满 因为收到了俄罗斯送的防弹背心 还有6架无人机 不过各界现在更关注的是金正恩 何时会跟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来会面 韩俄国官员握手道别 一旁还有军乐队演奏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7号结束访二行 起程返回北韩 金正恩此行有吃又拿 前一天收到防弹背心 6架无人机当见面礼 算一算金正恩从10号出发 13号会见普清到转往贡清城 汉海升危 整趟旅途耗时9天 在俄国6天 是金正恩任内最长的一次出发 而从他依据参观东方太空发射场 反共清城逆宗战机 还有海升危的匕首剪音速飞弹等 不难看出金正恩有意用弹药 换取俄国战机或卫星科技 只是普清会不会全给又是一回事 这次金正恩大战争反俄 大陆不愿多做评论 可想而知 习近平并不想看到 北韩军力慢慢上升 科技同步关注金正恩后续举动 由于大陆杭州亚运23号开幕 不排除金正恩将借此机会 恢复习近平 另有分析认为 普清可能出席 10月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峰会 若金正恩在同一时间绑中 中俄朝三国就能举行三边会谈 有新闻政府报道 还要带你来关心乌俄战争 这场战事其实已经超过 一年半的时间 随着乌克兰六月发动反攻 现在双方呈现是胶着状态 尤其北约最近也说 市井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乌俄战争的更多讯息 我们交给记者陈永文 好 确实能看到 这是关于俄乌战争 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半 这是从去年的二月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的 已经造成的是有数十万人 丧生的情形 我们居然看到是 其实今年六月份开始 乌克兰在南部战线 跟东部战线有发动大反攻 有说服一些师徒 但是还是被认为说 这些说服的成果 还是满有限的 所以整体而言 目前俄乌的战事 还是一个胶着的情形 我们居然看到这位是北约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 他就谈到说 他认为这个俄乌战争 不会很快的结束 因此呼吁盟友们 要做好这个长期抗战的准备 他说如果乌克兰停止战斗的话 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国家 但是如果是俄罗斯放下武器的话 大家可以获得和平的机会 我们再看到是他也提到是说 对乌克兰的未来一定是可以 加入到北约组织的 他说要对于这个战后 提供乌克兰安全的保障 来防止这个历史的重演 怎么说呢 其实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在立腾举行的北约峰会 当时各国就同意说 乌克兰可以加入到北约组织去 但是要完成一些条件 分别是要进行改革 保护这个民主法制 以及等待跟俄罗斯的战争 完全结束之后 就能够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 另外挪威国防司令官表示 驻扎在北极地区的俄军 减少到剩下清污之前的两成 这怎么回事 我们再交给韵文 旁确实来看到这个是位在北欧地区的 这个北约成员国挪威 它的领土范围是这个绿色色块这边 它在北极的这个地方 跟俄罗斯是有这个边界的接壤的 就跟俄罗斯的科拉半岛是为零的 那么看到其实俄罗斯的科拉半岛这个地方 是他们存放这个核武大阔地方 也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基地 是掌握着这个俄罗斯的核潜舰 不过来看到是目前挪威说 他们看到是说其实俄罗斯 是不会构成威胁的 而且不止在挪威这边 我们看到是芬兰 今年加入到北约之后 当时俄罗斯是很生气 对于北约东扩很生气 但是同样的 芬兰跟俄罗斯有长达是 1300公里的国界的 这样边界接壤的边境线 但是俄罗斯的驻军 也是减少的情形 所以居然看到是北约说 今晚说俄罗斯声称会来应对 这样的北约东扩靠近的状况 但是实际上俄罗斯没有任何行动 就是因为北约的靠近 不会对俄罗斯有任何的军事威胁 至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访问俄罗斯的这六天期间 外界也看到双方也讨论到 要加强军事合作 北韩媒体说 这代表两国关系 进入到崭新的鼎盛期 更多的讯息要再请教韵文 好 看到这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他刚刚结束了访俄的行程 这堪称是一场军事的学习之旅 怎么说我们就来看到 就是金正恩跟俄国的 就是国防部长萧一谷 是共同的参观俄罗斯 可攜带核弹头的轰炸机 几音速飞弹跟军舰 很多的俄罗斯的军事肌肉 都趁机来好好的学习一番 并且还谈到是说 未来莫斯科跟北韩 可能会来共同的举行联合军演 而且不只如此 我们看到在日前 就是金正恩跟普京会面的时候 也谈到是两国的军事的一些 关系的事项 以及欧战争的情形 还有就是两国要来加强 合作的议题 甚至来看到是北韩的官媒 这个北韩的中央通信社说 北韩跟俄罗斯两国的友谊 是开启了崭新的鼎盛时期 把它捧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但是来看到是 如果未来北韩跟俄罗斯 真的有军事合作的话 那将会违反的是联合国 对于北韩的制裁 所以现在美国跟南韩都说 两国结盟的话 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除这些国际话题之外 请扫描这个QR Code 有更多资讯推播 可以说掌握不到街 好 这回金正恩出访俄罗斯 大家不只是关注 在双方的军事合作上 媒体也把焦点放在 跟随他出访的妹妹 金宇正身上 因为他手上提的包包 是法国名牌精品 要价韩币960万元 大约是23万台币 这对一般北韩人来说 得工作7年 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16号反俄的最后一天行程 排满满 不止参观一所海盛威大学 晚上还前往剧院 观赏经典芭蕾舞剧 睡美人 不止如此 俄国防长肖伊古 更声称 朝俄关系进入新的全盛时期 还要加强军事合作 南韩总统因新月 强力签则 除了金正恩以外 这次跟随哥哥出访的金宇正 也成为媒体焦点 他被拍到手上提的 黑色包包大有来头 这款法国名牌包 在南韩官网上定价 韩币960万元 大约台币23万 一般北韩人得工作7年 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 但金氏家族热爱名牌 早就不是第一天了 金正恩这次参访 东方太空发射场 在留言部上签名的笔 就是用德国豪华钢笔品牌 他的专用防弹车 也来自德国大厂 女儿金主爱的一身行头 同样相当不简单 金主爱陪同爸爸 观看火星时期 弹道飞弹发射时 身上穿的就是要价 240万韩元的 法国精品外套 从头到脚 展现白头血统的高贵奢华 和苦于饥荒的北韩老百姓 呈现出非常讽刺的对比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今天竟然来参加鸭具 这是老西吗 对 我就是 他叫阿飞 他超年人 我只要一站起来 他就会马上站起来 好可爱喔